任何活動都在趁全部的熱度 下次四日出席公益活動做愛心之餘 當然也要分享大家最愛聽的S加日常 關係非常好啊 雖然我媽現在也只會一句韓文就是other 就是兒子 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出來 她講那個other的時候 那個情緒有多濃 因為就是你就說other就好 她一定要說 other 我說媽你會不會der太長啊 每次我都會說媽你der太誇張了 可是我就覺得她好像很enjoy在喊other這句話 而日前家用節PO出一張合照 略顯浮態的大S 讓部分網友風猜該不會懷孕了 超光妙的啊 她怎麼可能再生 她生第二胎的時候都已經是用命換來的 她接下來就是應該好好享受她的人生 兩個小孩跟朋友們相處的模式 蠻溫馨的 也沒有到就是抱來抱去什麼的 可是他們就是會感覺是有 默默的覺得這個人在家裡 他們是可以那個接受的吧 那都怎麼稱之下 好像叫三春 韓文真是學習 對 我有問過我姐說 欸那我女兒要叫什麼 她就說 全部都叫三春 只有學好三春加她光頭 因為有一次 我先到我姐家 女兒就後續來 她一進來 她有光頭 我說光什麼頭 叫Uncle或三春 還好給我補就說 It's okay it's okay 我真的是光頭什麼什麼的 她就人生很好 姐夫的暖真的是 游牧共睹 連BLACKPINK的演唱會門票 都答應幫打聽 一直逼問我說 媽媽妳可以買得到票嗎 我說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確定 她說 妳去問那個啊 妳那個什麼胸部啊 我說 問題是胸部 也不見得會買得到票啊 我說OK 我可以禮貌性的問她一下 但是妳們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所以我就有問一下胸部 然後她就有說 好她會盡量看看 可是女兒們就是 舞步已經全部練好了 許老師已經會跳 她們現在那個最紅的你知道 那個那個 就整套的 蓄勢待發 在演唱會上面跟她們一起熱舞 許老師一天到晚在我面前 用我的手機放音樂 用她的手機錄影 所以就導致我必須在旁邊 就是等她拍完 所以我就一直跟她一邊 然後一直 一邊 一邊 一個禮拜之後 然後就變成已經可以跳到那個 很後面了 還在等 所以是不是連會在旁邊看都已經會了 到時候演唱會像小S 大概會跳的抵台上風吧